会以那个神经细胞 Ostrosite 嘴巴开口的地方 那么这个嘴巴开口的地方 如果因为发炎坏掉以后呢 过敏炎就会跑进来 那我们另外一种 Oligodendrocyte寡凸细胞 它是专门修补 好像水泥酱一样 修补我们的Exxon 那另外一种神经细胞 就是Microclean 微胶细胞 微胶细胞是好像我们扫马路的那个工人 你人一定要睡得好 好像车子要挡起来 不然这个会被撞死 烧马路的工人会被撞死 所以微胶细胞不好 跟阿兹海默症很有关 所以失眠的人 都很容易得到那个阿兹海默症 所以我们只要给病人吃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咨询师都跟我complain 他说我们学医学的 来你这里上班 好像脑筋退化 只会讲他几样东西 而药什么都不懂 那我不用药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经细胞 就脂肪酸做汤 和氨基酸构成 好 好 那我们全部东西都是自由领态 那我们这边也不提 好 再来讲氢分子生物学 前面一直讲氢氢氢氢 氢氢氢氢氢氢氢 氢氢氢有什么用 氢氢氢不是会爆炸吗 我以前的想法跟大家一样 因为是在找新东西 我知道氢氢氢以后就买了一台氢氢氢机 放在家里 尖氢氢氢氢 一时不敢用 我想说这个用的到底会怎样 文仙是文仙 我的命很宝贵 用它万一怎样会怎么办 不敢用 一直到有一天上帝派来一个使者 他心里不整20年 荣种电烧过三次 没有好 全身麻醉 两次也没有好 他想做第三次 医生不肯做 这第四次电烧 没有人要跟他做 电击也没有人要跟他做 结果他心跳一直跳到139项 以前跳了两天就好 一个礼拜就好 这次跳一个多月没好 他在家里一直祷告祷告祷告 祷告怎么办 后来还是想办法找到我 你看他心跳是这样 我跟他说 我可能没办法 先退一下 不要说我跟你包一个那还得了 我想说他这边可能缺氧 我说我可能没办法 他说没关系 你试看看 没有效应没关系 我把它放到我的高压氧枪里面 结果高压氧枪里面你看 一三六都没有 都没有减低 我想说 只好施马当活马一样 但他吸氢 吸了氢以后 血里面的氢能度会升高 马上十分钟就这样 你看一三七变八十 因为我们一生最忌讳 两手一弹说 没有办法了这样 总是要给变成四一四 你看 两格跳一下的变成四的 两天后又复发 又再吸 就变正常 你看 三月十号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还好好的 他来过很多次 复诊 他很配合 每次都配合我做检查 这样 那后来最近打电话来说 他已经没有再发了 偶尔发一下 吸一吸就好 这样 他的脑风 吸一吸清一吸就好 他脑脑是这样 他的脑脑算是一种 很恐慌的脑脑 这样 吸完清便这样 你看这么多恐慌脑 这个时候他的脸表现好像被 掉到水里 很救命的那种颜色 这个时候呢 就很安详 跟我们聊天一下 他脑脑这么多 红脸就变成长 后来我就在诊所对面 租了一个房子 让病人过去吸 因为我很怕卫生级的人 找我麻烦 说你这个不是医疗仪器 为什么给人吸 我说没有啊 去外面吸的 那不是我的 都是嘴吸 这都要这样 尤其是以前我做医院挺健的 那平常没有字号的 卫生级来就要收起来 不是吗 像这个失眠的指甲 你看他是 他是很多年没有睡意 你看 老婆我们家灰酒厨 烧光了 烧光了 结果做完 吸完清 老婆就上神 这个我们叫展面坡 五点就消失了 你看他交感955 来看最后 交感955 变93 复交感10变32 交感复交感的比例最重要 这种人好像我跟他说 你每天好像中了20亿 很高兴的 你已经正确了 你看这就好睡了 交感太高就不好睡了 我们睡觉复交感一定要高过交感 我们大肠会产生清晰 对 自从那个病人来了以后 第一个来了以后 就给我挡了 每个病人都吸这样 我自己也吸了 不是只有给病人吸 不然这样很不道德 好 那我们身体里面的大肠 会产生就是71cc的清晰 空气中只有十一分之五百 好 我就直接讲 好 这个水是 电解变得清跟氧这样 那吸完清之后 大家都觉得 脑坡变好 势力变量 这几步一致的 面面糊糊的脑变轻 红肿消退 心情变好 强迫症 比较不会唠叨念人 为什么会写这个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 配合的一个厂商 我说你吸了没有 他说没有 不过这个东西很好 我说你讲话前后 有很多矛盾呢 没有吸你怎么知道吗 他说我给我太太吸压 他吸的是不念我 所以几乎每个都觉得 睡眠品质变好 我最近还有一个很异谱 他说 他现在睡得太深了 失眠不晓得怎么办 睡到都叫不醒 高血压 我们有一个执行者 也是达斯多利120 他爸爸46岁就死了 中风 然后虽然破裂 我看他也差不多了 吸的清现在全部都好 好 这些我们就不提了 炎压什么 太多了 好 接下来要讲基转 就是这个自由基 就是说我们人啊 氢的作用 就是把到X还原成水 促进进去产生更多的 的ATD 那个氢原子就是氢 氢一个电子一个子子 可是他们要配合起来 这样才能够 才能够有两个电子 在X2 一样也是一样 一样有一二三四五六 八个电子 八个子子 八个重子 可是外里面有两层电子 外面有八个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它是负二价 不稳 所以它要澡半了 澡半这样变成八个 共用电子 所以欧附这样 那水的话也是一二三四五六 就加两个氢变成八个 所以水很稳定 这样 那么水是生命的源头 这个叫自由基 自由基它切少一个氢 它就要抢我们立腺体上面的氢 变成这样 就好像 所以我们就给它氢 给它氢就好像一只老鼓要吃你 丢肉要吃 吃饱它就不理你了 小偷要抢钱你就送他钱 我们的讲法 因为这个是对民众讲的 你不讲这样他听不懂 所以说自由基 是有毒性的 最毒的就是代谢里面 产生的这个自由基 那么我们就大方的给他氢 给他氢 然后他就不会攻击我们一线 大概就是这样 好 这个大家都有听看过了 这个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有 这个是洛贝尔讲 Crab cycle 他讲 你看我们的这个 氢 它就用在哪里呢 这个葡萄糖里面的这个氢 对吧 对这个Q10 这个氢电子 跑到Q10这边来 然后跑啊跑跑到这里 这合成水水的制造工厂 累积了四个氢以后呢 它就跟这边的 这边这边的氢的原子 直指跑来这边 跑来这边触动了这个 ATP合成酶 把这个 ATP 两个零 变成三个零 加进去 这个氢就跑过来 这里 跟水就合成水 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 在endogenesis water 我们的水 一般上 你喝下去 这个就合成水 我们一般上你喝水 它不会随便跑到细胞里面去 如果水那么容易跑到细胞 我们陈这水中毒就死掉了 水是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开启一个胖骨 Active transport 给它送进细胞里面 可是这个是耗能的 那如果我们吸氢跟氧进来 这个氢跟氧就会变成水 那么这个水 一方面是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废弃物排掉 因为燃烧 这个是粒线体 细胞里面有千个粒线体 等于一千个引擎 它燃烧产生ATP的时候 它当然就是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 冒泪 其实会冒泪 我们人体会产生有毒物质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氢不够 蔬菜吃都不够多等等 或者是氢大肠不好 没有制造氢气 那么这个就变成OH OH是攻击我们的身体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脑头很高 一下子变低 就是因为这个作用 那为什么很多人的脑头很暗变量 就是这个ATP合成煤的作用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讲的呼吸链 呼吸链是什么 真的很惭愧 我以前念的时候 背到脑筋打结 就不知道他干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看 原来 原来活到六十几岁 才知道这个怎么好用这样 所以我觉得 医师好像会不会念到 六七年 六七年都是 所有以前的训练都好像不用 大五就可以当医生了 你看这个ATP合成煤 变成这个三十二个ATP 这个不是以前我们生话就背过的吗 对不对 那什么神奇 这个氢是 氢它是高度选择性 因为如果你如果吃了一些 抗老化太多 会把这个好的人 好的NO等等杀死 氢 H2它就要针对这个OH 进化的中能量 因为我们的氢气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立腺体 立腺体等于车子的仪器 神经细胞有1000个 它能够产生这个能量 车子冒黑烟 我们立腺体也会冒黑烟 就产生很多自由气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产生的这个OH 就是会引起发炎 这个立腺体 那立腺体 它立腺体它是这样 它这个是在我们细胞里面 细胞里面 它会燃烧我们吃下的东西 燃烧蛋啊 肉啊 等等 燃烧我们吃下来的东西 产生能量 然后会冒黑烟 如果只是冒烟 真的很完全冒烟 也就罢了 呼吸道吐出来吧 问题是有很多 固态的废气排不出来 所以我在像我自己来讲 我就想觉得 我最近就会搞清楚一个事情 很多人吸的这个以后 清气还准备